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我自己的认识 一个呢 GPA是一个还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且组成的一些 它的这个目的呢 和这个东京回合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租金协议是类似的 就是它想要用意在于制定一个 先制定一个小集团的一个规则 然后呢吸引或者说是迫使其他成员加入 那么很多协议在乌拉格格的时候呢 成功的多边化 所以说对大多数协议来说是成功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 GPA不成功 到目前为止呢 GPA参加方仍然只有17个 包括55个WTO成员 那么而且呢其中真正是在协议生效以后 通过谈判加入的 只有目前只有5个 冰岛 中国台北一样的一样 新西兰和黑山 新西兰和黑山是今年刚刚加入的 那么其他的呢都是因为加入欧盟而成为GPA参加方的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这种这种设定一个中间协议 然后迫使其他国家或者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这个模式呢 至少在正采购这个方面并不是很成功的 那么原则上来看呢正采购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 现在WTO自己研究呢 GPA所涵盖的正采购是15000亿 按说呢它应该有戏 但实际上呢 目前虽然也有不少的这个班人国家在长按加入 包括中国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成员 但是呢进展都非常好 有的国家已经谈了十几年了 比中国入市的谈判还要长 但是呢当目前为止当然没有加工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GPA呢主要是关于这个国内规制 虽然它和服务贸易协定一样 有一个出价清单或者说叫市场准备的清单 但是呢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国内规制的问题 或者叫边境或措施的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的谈判其实 尤其是所谓新规则的谈判 主要都是涉及这个国内规制 或者说所谓规制协调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这个边境后措施已经不重要 或者说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那么边境后措施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从GPA的经验来看呢 这个边境后措施的贸易效应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是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一个是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也没有一种特别可靠的方法 不管是关税等量 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测算 这种边境后措施到底对贸易有多大的阻碍作用 其实很难准确估计 同时呢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很好地估计 这个边境后措施的改革能在多大影响 多大程度上去影响贸易 或者说有利于贸易发展 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个理论上 或者说直觉上去觉得 这个边境后措施如果协调了 如果统一了 它可能会对贸易有助金作用 但从这个GPA的经验来看 好像不明显 只能这么说 因为GPA的规则呢 它核心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 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所谓边境后措施 谈判的一个核心原则 就是平等对待国内外的产品服务和供应商 同时呢也制定了一些规则来保证 这个原则的实现 因为我刚才讲 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明显 比如说现在 韩国的政治采购当中 外商的中标比率只有3.4% 日本是7.3 美国是8.4 这个8.4% 都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那么欧盟国家 德国的政治采购当中 非欧盟供应商的比例只有0.2% 那么即使在欧盟内处 跨国的这个 所谓直接跨国的这种采购的比例 也只有3.5% 这怎么讲 就是说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所谓边境后措施 或者说规制协调 但协调之后 为什么好像对这个贸易 没太大作用 至少对促进贸易来说没有太大作用 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可能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至少从政策采购这个角度来 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真正通过直接出口来参与这个国际政策采购的比例 确实很小 主要这个原因呢 就是跨国公司其实都是通过在当地投资的形式来参与 它并不需要这个通过这个出口贸易的形式来 而是通过当地设厂或者说是一个分析机构 来实现这种参与当地的这种政策购的这个目标 所以呢我就在想就是说 这个研究所谓的这个边境后措施 这种重点并不是在对贸易的影响 而是在于对投资的影响 或者说对吸引外资的作用 那么发达国家关注贸易和措施 其实也一样它并不是关注贸易 而是更多的关注它的企业 它对外投资的企业 发股公司在通道肯定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谈一下对目前这个中国加入GPA谈判的一些看法 中国加入GPA呢肯定是被迫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 但是呢也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担心开放会市场有多大的影响 而是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加入WTO 不得不承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尽快 在WTO加入WTO以后尽快的这个启动 加入GPA谈判 这是一个从谈判总体的一个角度去考虑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 从这个经济或者贸易的角度来看 中国是不是有必须加入的这个必要性 有没有那么紧迫 有必须加入的这个必要性 有没有那么紧迫 但多数国家其实中国的企业是可以参与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自己的市场 招责过市场 基本上也是开放的 所以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这种限制 那么所以说呢 从这个加入GPA的角度来 它主要应该还是 不是从这个贸易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而是从这个制度的角度来考虑 那么真正关心中国加入GPA的 也不是这个外国的供应商想要向中国直接供货 而更多的是这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他们担心这种 中国政府会利用政府采购来歧视 或者说限制外资企业 就刚才王老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可能对加入GPA来说 对中国来说可能更主要的 还是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当然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政府采购制度 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大家可能从很多媒体上来说 媒体上也能看到这很多的报道 那么加入GPA呢 应该说也可以促进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这种盘善 那么最后呢 我看一点就是说 目前这个中国加入GPA的这个形势 从07年12月底 提交第一次出价开始 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提交了五次出价 这已经创了GPA历史上的记录 过去的学高纪录才三次 我们已经创第六次 那么今年年底前呢 还会交第六次 我估计呢 还会有第七次第八次 目前的出价 当然跟第一次相比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第一次的那个出价没法看 那么现在呢 已经可以看一看 但是呢 目前来看还有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个外国的这个 其他成员来看呢 主要关心两个问题 一个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一个是国内的中国的 账户采购制度的调整问题 那国有企业问题呢 其实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就是中国呢 虽然账户采购法没有把国有企业 作为一个账户采购实体 但是在实践当中呢 外国还是很多的企业 还是很担心中国政府 会利用对国有企业影响力 来排斥 或者是限制外国供应商的参与 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担心 那么国有企业呢 也是这个外国所指责的 这种中国的国家资争主义 这个核心要素 所以他们是想尽办法 其实刚才这个裴索上也提到 要让中国的这些国有企业 遵循这种市场规则 遵循通行的所谓的国际准则 那么中国的问题呢 就在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太多了 而且呢太多元化 各个层面各个行业 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都有 那么政府的影响力呢 也是三次不齐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谈判当中呢 目前还没有确定一个 关于国有企业出价的原则 不管是国资委 发改委 财政部 商务部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各个部门内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然后各个部门之间 就更不要提高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中国的政策部制度问题 那么中国政府财部制度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有两部这个相关的法律 一个是政府财部法 一个是政策部法 一个关键问题呢 这两部法律是由两个部门制定的 一个是财政部 一个是发改委 都是强力部 那么外国的供应商呢 一再要求中国这两部法要协调 最好是统一 那么至少要协调 但目前来看呢 这个谈判呢 是财政部主导的 发改委呢 不是特别积极 不是特别配 所以就这个制度调整的问题呢 目前来看也没有一个 一个清晰的思路 所以围绕这个 加入GPA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 又是一个典型的吧 一个所谓的 以开放促改革的一个典型势力 今天很多老师都谈到 我们的开放 好像不是以这种谈判 去换取一种 什么样的现实的贸易 或者说利益 不像跟美国差别很大 我们的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都要开放 主要是 主要目的是 以开放促改革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问题呢 就是说 从GPA的角度来看 的问题 我的感觉就是说 还是缺乏足够的国内动力 总是依靠外部压力 现在完全是别人 这个推一步 我们就走一步 推一步走一步 但是呢 GPA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外部压力 没有真正的 这个施压的筹码 我们知道 入市的时候 也非常重要的筹码 施压筹码 就是美国的这个 最后个代理 但是呢 GPA这个问题呢 没有真正的施压筹码 因为我刚才讲的 外国的市场 基本是开放 虽然美国有一点 这个可以 可以用来 这个交换的筹码 但是呢 我们也不是太在意 所以呢 我就在想 就是说 中国在涉及 这些国内规矢的问题 这种谈判的时候 看起来不能仅仅 考虑外部的压力 还是要设法 调动国内相关利益 集团的这个主观东西 我想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追产权 今年那个十八届四中全会 正式要求全国建立 这种产权法 真正把保护制产权 当成一种 国策来推行 还是因为中国 中国自己的企业 像华为这样 已经有了这种内在的需求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来做 否则呢 它的效果总是 差强人意 那就这么宰库来说呢 还是要让国内这些供应商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用更多的渠道 去反映他们 在政府采购当中 遭遇的问题和困难 主动开辟更多的渠道 换句话说呢 其实还是要 让出政府的一个主角 更多的发挥市场 和社会的一个 在政府决策当中的声音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一场 还有观众的事件 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问我们 四位老师的 就是从你这个 演讲里面 我们得到了很多 关于GPA的这个信息 那么就是 比如说像现在 在TPP的谈判当中 像政府采购 可能也是他们关心的 一个问题 那你比如说将来 可能走向这个 亚太自贸区 这样的问题 可能也需要重视 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你觉得中国 尽快的就是比如说 拥有自己的这个GPA 跟欧洲 欧洲 产生的GPA 以及包括中国政府 自己改进自己的这个GPA 的程序 这是它的解脱性怎么样 谢谢 现在中国目前的参加的 这些FTA里面 有的协议已经有所设计 但是都是非常原则 或者说就是说 我们要参考中国 加入GPA谈判的成果 那么至于说下一个阶段 就像刚才提到 这个亚太自贸区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期待 应该是启动 亚太自贸区谈判的时候 我们中国应该已经加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基础 因为从目前来看呢 各个成员所谈的 FTA当中的 政府采购的这个内容 和GPA相比呢 没有太大的改进 基本上是引用GPA的内容 所以我想现在的一个焦点 还是在GPA谈 加入GPA谈 谢谢 谢谢 那么下一场 我们还有非常有意思的 涉及到新司会 读论讨论 请去赞点赞点 继续成家 谢谢 各位嘉宾 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这一节呢 开始我们的议程 因为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节啊 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之前在茶歇的时候呢 Mika Lopoulos先生就跟我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睡着了 那我们四位 今天我们这一节呢 是有四位演讲人 我们这一节的题目非常有意思 叫新司从之路和男男合作 那么我们注意到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之后 受到全球的关注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也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文件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表述啊 就是我们强调说 要重点是 明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要重点实施三大战略 第一个一带一路 第二个 经经济协同化 一带一路会是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我们有请第一位 这个演讲的发言人 李向阳先生 他是中国社会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有请 谢谢 谢谢 附院长的邀请 很高兴 能参加今天这个会 国家和我们建设中 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我们知道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的会话 马上即将公布 那么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必要性 或者是意义 再讨论 至少不是最优先的问题 那么今后我们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来构建一带一路 那么针对一带一路的 现在媒体和各方谈了很多 我在这儿就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 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在谈这几对关系之前呢 我想谈一下就是 当成是一带一路的 因为国内 国外 对很多解读 国外甚至在 有些机构 或者个人 甚至在 虚解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么我们国内的媒体 实际上也在 在有意无意的趋解 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没看到 官方的 这个正式的表述 但是一个最起码 外国人 包括中国人也在问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要建成一个什么 就是 有人说是一个自贸区 有人说是一个国际组织 那么显然 从现在的各种理念上 那么我个人认为 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还是海上丝绸之路 它至少有两个定位值得关注 第一个呢 它是中国 新时期经济外交的 一个重要平台 我们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前三十年 我们谈的最多的一个口号 就是经济外交服务 但是最近两年 开始回到了经济外交 这个变化就反映出 中国的对外关系 对外政治的理念 才发生重要变化 而经济外交呢 它不可能只是一个口号 我想在这方面呢 可能就是 这个写错应该是 一带一路应该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15分钟 我就掌握点时间 那么第二个定位呢 一带一路是中国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写错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开放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 刚才明南宣讲话 包括中国入市 那么入市到现在已经14年时间 所以入市带来的开放红利 可以说基本结束 那么中国面临的新一轮的开放 开放究竟从何入手 我想一带一路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突破口 那么基于上述两个定位 我们认为这个一带一路 应该是这么来 我把它这么来界定 它是一个运输通道为纽带 以互联互通为基础 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 一 打造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 在这里面 首先第一点 它是个区域 它是个运输通道 因为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是从古代的运输通道 从借鉴而来 那么现在赋予它新的内容 就是互联互通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我们底下将会看到 它并不寻求建立一个 统一的自贸区 而是一个多种合作的 一个合作机制 那么至于命运共同体 这是我们官方 我们的领导人 最近从去年开始 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 在周边要打造命运共同体 最后落脚 既不是FTA 也不是一个国际组 而是一个可能具有 中国特色的一个新型合作 区域合作安排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首先面对的一顿 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那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 但是只有政府 这个一带一路肯定没有持可持续建设 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的 所谓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线计划 我认为这是一个区别 因为为什么在金融危机阶段 我们的媒体就说 中国要推出马线计划 中国版的马线计划 而现在呢 同样现在媒体又在炒作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当战后的马线计划 基本上是一个一次性的计划 而显然中国的一带一路 绝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计划 如果我们把它界定为 和平崛起过程中 经济外交的一个平台的话 那么显然跟马线计划 跟美国版的马线计划 显然是不一致的 那么第二个关系呢 就是可能面临的 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这里面呢 就是从中央政府 可能是推进开放啊 什么这个经济外交啊 但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义务 来服务于 来全心全意的服务于 国家的外交政策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 地方政府甚至企业 来服务于主 那么就要靠中央政府来引导 在这里面可能面临的一个 全新的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 在未来有可能跟中央政府 争夺外交决策权 因为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讨价还价最多的是吧 财税权 而未来可能进入新闻的开放过程中 就是外交权 人们看到很多地方 在要跟所谓的 他们的文化上近似的 地理上近似的一些国家 签署 所谓自由贸易圈 但是 到现在为止 包括最新批的 四个自贸区 实际上都不是真正国际亿产 FPV 而应该叫自由贸易人区 那么甚至广东的 当时要谈粤板奥 那么最后也只是一个 广州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外交权 外交决策权的一个争夺 那么第三对关系呢 就是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的关系 我们知道总书记提到 一带一路 一个很重要 很具体的目标 就是五通 那么在这五通里头 贸易畅通 道路连通 货币流通 政策沟通 民心相通 这里面很绝大多数是经济 但现经济 它有很多非经济的目标 那么作为一项 这个以经济合作为基础 又要推动中国的 又要实现很多非经济目标 这确实是经济外交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对中国 这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就是经济合作 要么我们是把经济合作搞成一个对外援助 就是一个对外援助 这个项目就不可持续了 那么反过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我们的周边国家 很多发展中国家 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动物 那么尤其是周边国家 说跟中国经济越来紧密的同时 但出现了近而不亲这种现象 而经济外交显然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如何把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结合起来 体现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 所谓清诚汇荣这种理念 这是一个理论上我们可以说的很清楚 但是在操作上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么第四对关系 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在各地方政府城市 都在争夺所谓一带一路的起点 争不上起点呢 我们至少被纳入进去也好 那么至于他们是不是理解 这个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含义 难说 因为我接触过 至少接触过一部分的就是争一带一路 这个起点的这种地方的官员 他们问的一个最多的问题 争 我说您这个争起点的目的是要向吗 他们把这个争夺这个起点也好 争夺这个纳入到一带一路 这个框架里也好 作为新一轮的开发园区 像当初那样的争夺一样 那么对于毫无疑问 现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 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延续和技术 那么对于推进 这个通过研究 或者是借鉴古代丝绸之路的这种和平 和平发展这种理念 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 现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环法 那么我们并不能以这个古代丝绸之路的 从汉朝我们这是丝绸之路 明朝我们这是丝绸之路 他说唐朝是 他说民国是 每个地方的所谓丝绸之路 争夺的起点城市 都能在历史上找到根底 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 你发现山东以南的所有省份 都有在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的 这个起点的这种呼声 但是相反我们觉得 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 首先它相反 它不应该局限在山东以南的任何的城市 它应该从中国的东北开始 甚至整个从东北开始 如果你要把它作为全方位开放的平台 甚至服务于中国的海上强国战力 把中国沿海的一部分地区 划到排除在海上丝绸之路之外 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选择 所以我们谈历史 谈历史 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历史 那么第五对关系呢 我想谈一下就是 利用既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的关系 国际经济学告诉我们 国与国之间的貌 投资的往来 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有利益的互 那么这种互顾的背后呢 是双方有比较优势 那么有比较优势就有合作 就有投资 就有贸易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周边 在我们所设想的未来的一带一路 有些地区经常会断 如果一条线的话 为什么会出现断变 那么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 没有比较优势 有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因为摄影的距离 比如说我记得建平他们 做中巴经济走廊的时候 我去参加 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走廊的很多地方 修通铁路公路以后运什么 这是一个本身面前的一个解剖的问题 你就是说互联互通修通了 铁路运输通道修通了 没货物可运 那么你就变成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像中西部有些高速龙路一样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 那么促进这种贸易投资的合作 但是很多地区 我们需要创造 利用互联互通创造出新的优势 否则的话 那么你这个一带一路 可能就是点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沿线的点 而不是一条线 那么更不是沿着围绕着一条运输线 而扩大到变成一个经济走了 所以在这里面 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摆在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后第六对关系 我想就是谈机制化合作 与非机制化合作之间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说 一带一路 你的门口非常低 你没有统一的机制化安排 那么你的规则 你所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质量 所以很低 那么怎么着能通过开放促改革呢 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 如果你的没有约束力 你定出来这个没有约束力 没有一个机制化的安排 那么就谈不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区域内的规则 没有强制化的区域规则 那么就谈不上真正促进中国的以开放促改革 在这里 另一方面有些人干脆提议 因为我看 如果我参加那个社会基础包括亚自然科学前不久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交办会 我看他们那个评审 那个报告 就是说 很多提出来 干脆把一路一带 未来的目标 界定为是一个要建一个自贸区 但是这里面且不说它具有的可行性 因为比如说四周之路经济带 你说要在中亚地区建一个 在俄罗斯建一个自贸区 首先俄罗斯就不会接受 因为那是俄罗斯地缘上的一个 根本不会放弃的一个领域 那么所以它的可行性是存在问题 那么同时呢 你定出这个目标 会把很多有意愿参与的国家跟下往 但是我们说 就是这种多元化的合作机制 并不排除在局部地区 或者在某些实验上 在某些地区实施多元 实施高质量的合作机制 比如说在海上四周之路 未来的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 我们要打造未来中国东盟的升级吧 那么不仅要打造升级 所谓升级吧 肯定就是要比国际上通行的FTA要高 那么我们要加上利用这种地缘优势 要互联互通 那么其他地区的自贸区没有互联互通 那么其他自贸区也不需要建 所谓的投资开发硬盘或者合作基金 但是我们这些都要建 也就是说 一带一路会是 会有多元化的这样一些 比如此区以后的经济走坊等等 但是它复杂的国家和地区 实施高质量的合作机制 进而推动 实施就是推动这个中国的 通过开放来促进中国的改革 那么关于这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谈到这儿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李向阳院长 我们下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国家发改委外经所 国际合作研究室的主任 张建平先生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 另外呢就是也非常高兴 今天能够再次遇到来自瑞士的老朋友 也能见到来自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新朋友 包括一些WTO组织的成员 也很荣幸地能够在跟着李院长 这个大院长后面来演讲 我觉得我的身份也有所抬高 但是呢在这之前 我可能还得先撇清一下关系 就是因为现在一带一路的建设 一带一路的规划正是在发改委制定的 但是呢我在这里讲的呢 就是完全代表我个人的这个学术观点 第一不代表国家发改委 第二呢也不代表国家发改委 对外经济研究所 仅仅代表我个人的一点思考 应该说呢今天下午我觉得讨论的这个话题啊 就是新丝绸之路和这个南南合作啊 那么大家会想跟WTO有没有关系 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关系是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大家对WTO的研究非常感兴趣 而且你对这个WTO的这个成员国的分布 非常熟悉的话 或者大家去网上去查一下这个WTO现在的那个版图啊 你就会发现呢就是WTO空白的那一块 很多经济体都是在中亚西亚和阿拉伯世界 然后这个是特别集中的一块区域 而这块区域呢恰好是我们 未来要推进的这个一带一路合作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合作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从这个上来讲呢 这个后面的这个主题实际上是跟WTO关联在一起的 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就是新丝绸之路啊 其实呢在应该说 中国可能并不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地区 然后提出这样一个倡议的国家 像美国 像日本 在前几年呢 他们在中亚地区 西亚地区呢 曾经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提法 但是呢这次呢 我觉得中国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呢 我们更严格的意义上呢 是叫一带一路 就是我们的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还有就是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把它简称为这个一带一路 那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首先也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对这个一带一路啊 他呢就是到底是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战略 还是中国的一个倡议 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呢 我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我非常高兴看到刚才李院长的这个PT当中呢 他没有提到一带一路战略 然后呢这个他这个他这个做法呢 跟我是这个这个我跟他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呢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我们很多的媒体 还有包括很多的学者呢 现在就在讲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中国的一个新的战略 然后呢还有很多券商们就把这个一带一路 说成是中国的新白马歇尔计划 然后呢使得中国呢变成了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 就是向外这个走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伙 然后很多其他的经济体呢也都非常担心 就是就像我们习主席在讲话当中说 中国这个巨人 他每一动一步 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经济体可能就要想 下一步他要往哪走 然后他想要做什么 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猜疑 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呢 他并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 因为呢一带一路呢是需要 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相关的经济体 只要你愿意参与到这个一带一路新的这个合作平台上面来 那都是欢迎的 所以呢就是他不是中国自家的事情 他是所有就是应该说六七十个相关的经济体的 大家共同的一个事情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非常希望呢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 应该叫做一个倡议 就是他应该是叫做initiative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想大家会更愿意去接受 而且呢就是所有的经济体系合作起来呢 应该是更为顺畅 你比如说像在这个区合作这方面呢 在亚太地区 过去呢对中国来讲呢 我觉得中国过去总是感到相对比较被动一点 被动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东亚和亚太地区呢 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带动了东盟和其他的经济体 签署了很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有五个十加一 但是呢中国也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东盟也好 在东亚也好 在这个亚太地区也好呢 我们始终也没有一个就是能够推的 能够行之有效的能够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叫 China's Initiative 因为呢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过去日本 曾经提出这个十加六的这样一个倡议 中国呢也曾经提出十加三的倡议 但是现在呢就是在十加三的基础上 或者十加六的基础上去做自贸区 现在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那最后呢就是东盟的倡议 就是它变成了RCEP 所以对中国来讲呢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个提出一带一路呢 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对区域合作的一个创造性的 或者说叫建设性的贡献 那么它不仅仅对于亚洲 而且对于欧洲对于非洲 然后呢都有很大的这种关联和带动 那么也算是就是我觉得也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也应该算是中国的一个就是东方式的智慧的贡献 就是它包含了东方的大智慧 所以呢我第二个根子的问题呢 我就想讲呢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呢 它的这种合作模式呢 实际上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 就是区域合作模式的一个创新 那么它跟过去我们通常讲的 比如说自由贸易协定 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确实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个差异呢我经常就会比较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呢 它更多的体现了就是中国 就是全方位的这样开放 因为一带一路呢不仅要向西开放 同时也要向北开放 还要向南开放 向东南开放 海上呢我们又有这个叫 太平洋的方向 又有这个印度洋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它的这个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建设上呢 现在我们有五通啊 然后这五通呢就是涵盖了基础设施 货与金融投资 还有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民心沟通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等 然后中国现在呢也在成立这个 就是亚投行和思路基金来进一步支持 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所以呢就是我就概括呢 咱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模式呢 用通俗的话讲呢打个比方啊 它特别像一幅中药 那么这个中药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成分比较复杂 然后呢各成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它是互相作用和互相推进的 另外呢就是中药呢 它这个不需要你去验血 也不需要谈判 然后只要我们认为呢 我们能够 差不多就可以 对我们只要是能够推进 比如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或者说能够促进文化旅游的交流 然后呢能够这个建设 投资建设一些项目 然后呢或者说推进贸易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推进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么我们在APAC的这个平台上 或者在其他这个区域合作过程当中 特别强调的这个 比如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进程 那这个呢就是需要 它特别像西药 西药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成分是十分清晰的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我的目标就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那么我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谈判 谈判一旦实施成功的话 那么一旦实施 那它这个效益 就是贸易创造效益 和这个投资创造效益 马上就会产生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你要是谈判不成功的话 你比如说中国澳大利亚 十年谈判不成功 那么你这十年就没有办法从中去受益 对吧 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对于中国来讲呢 我们现在在现代这个条件下 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叫做 中西一结合 疗效高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平台上呢 我们既要有这种 就是机制性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和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 现在是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 比如说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巴基斯坦的这个自由贸易区 然后我很荣幸 这个中巴的这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的 可情性联合研究 是我做的 然后这个 另外呢我们现在 比如说和这个斯里兰卡 然后呢我们和这个东盟的 斯里兰卡正在谈自贸区 然后这个和东盟的这个自贸区 正在升级版 谈升级版 那在 另外我们还有上合组织 其实上合组织 虽然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的 经济 标准的经济合作平台 但是呢它也已经赋予了 经济合作的这个内谈 那么所有的这些机制性的平台 都可以成为我们一带一路的 这样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一带一路呢 又不强求一定要走机制化的道路 我们对于那些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比如说伊斯兰世界的国家 还有那些就是西亚北非的这些国家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们连这个 连这个WTO的这样的一个 入门级的就是贸易自由化 和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它都难以接受的话 那你要让它去谈一个叫 更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 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那个难度是更大的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就开展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投资合作 然后民心沟通工程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那这样的话呢如果时间累积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就是深化 通过深化合作 然后呢中国和所有的这个亚太太 就所有一带一路的这些经济体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发展当中去受益 那么从这一项上来讲呢 就是我在我这个第二个观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区域合作不等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就是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然后呢去找到适合这个不同的经济 不同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的需求的 这个恰当的这种合作方式 那么所以接下来 如果有了这两个基本的前提的话呢 那我下面想讲三个特点 就是我们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三个特点 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我们一带一路的合作的方式啊 是开放包容的 那么这种开放包容呢 就是跟我刚才这个第二个基本观点 是衔接在一起的 就是既然我们可以是 又有机制性的合作 又有非机制性的合作 那么我们合作的方式就可以多元化 就可以多样化 也可以进行不同领域的这个多元的这种组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最佳的这种合作方式 那么第二个这个特点呢 开放包容呢 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的空间 就是无论是对于中国国内的这些省份 还是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些这个不同的国家或者经济体 它是开放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平台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讲呢 其实过去我们讲这个经济带啊 就是它是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 这个经济地理呢 它是把就是说你沿着主要的这个交通运输干线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区 然后呢 它狭长的这样的经济期区 它叫经济带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今天呢 由于我们的这个海陆空运输的这种 叫综合立体的这种运输方式的这种 不断地改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不同的省份 还有中国和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体之间的这种 经济联系和交通运输 包括货物 包括这个客运啊 包括货运 包括货运 它这种交通运输联系方式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呢 也是越来越紧密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呢 我觉得我们与其把它理解成为那种狭窄的一条 经济带 不如把它理解成一个覆盖着整个这个欧亚大陆 甚至于要延伸出欧亚大陆的一个经济网络 那么在这个经济网络当中呢 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经济带啊 你比如说像咱们国内的这个省份 国内的省份里面呢 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去山东去做了一个调研 在做调研之前呢 我们也在这个心里嘀咕说 这个山东是不是符合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的这个 是不是应该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个省份当中 因为根据现在就是媒体公布的这个相关的省份呢 14个省份 显然山东好像是不在其中 另外一个呢 离路上的这个我们典型的那个四绸之路经济大量有点远 但离海上呢人家泉州又说 它是海上四绸之路的起点 所以这个山东是不是去不太典型啊 当时我们就想 其实我们应该去广州或者去广东或者去广西 但是后来到了山东以后 我们发现了 其实你不用怀疑这一点 因为山东呢 自己已经把山东定位为叫四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四绸之路的结合点 结合点 然后如果你再看一下这个 你再看一下这个山东的这个就是青岛港和这个日照港的话 那就更惊人了 就是日照港 就青岛港现在是全球进入到前十倍的集装箱吞苦量的大港 所以它的货物呢肯定是大量的跟这个就是海上四绸之路的这些相关国家 还有就是四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都是有关联的 还有就是山东啊 现在有很多企业 他们都已经到中亚和西亚去投资建厂了 现实 那么你要看这个就是日照港的话 现在是全球应该是首屈一指就数一数二的散货的集装箱吞苦港 在粮食这个矿产还有这个木材这些大工商品的亏土量包括原油 那亏土量非常的大 那么它的大量的这些资源什么的都是从海上运输 然后到日照 通过日照呢再通过铁路运输进入到中国的内地的各个省份 所以这样的一种经济联系呢就使得山东呢自然就成了这个一家营物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省份 那还有一个省份非常有意思就是黑龙江 我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当时在中俄的这个博览会上的时候呢 当时我就建议 我说其实不要看黑龙江好像离着这个一带一路也有点远哈 但是呢我说黑龙江跟俄罗斯之间它是由远东铁路衔接的 那是我们的叫亚欧大陆桥的北线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这条铁路走到海森 走到那个隋分河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其实隋分河到海森崴的这个经济走廊 我们现在也在规划也在谋划和建设过程当中 如果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呢 黑龙江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定位 黑龙江的定位它是叫陆海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 所以呢就是我想呢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中国的很多省份和很多城市啊 它都有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大群台当中去找到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 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 然后来促进中国的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共同的发展 那么如果咱们从这个国就是一带一路相关的这些经济体的这个范畴来讲呢 太平洋方向上啊我们有这个就是澳新啊大洋洲的这些国家 那么在印度洋的这些国家呢 然后呢相应的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范围之内 甚至于北非的东非的还有中东欧的这些国家 都会成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上就是可能的这种合作伙伴 但是我觉得呢中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态度呢 我们就是我们并不就是我们是在双方自愿合作的这样的基础上 如果你愿意参与到这个一带一路平台上的合作我们都欢迎 但是呢我们也不强求 然后呢我们也不附加这个任何的条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我非常支持刚才咱们李院长说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个叫你的新版马歇尔计划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庸俗的类比 那么这个庸俗的类比是因为呢 就是新版马歇尔计划呢 它本身是在过去那个经济全球化 并没有全面展开的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一个特殊的计划 那么中国呢 今天呢我们所开展的这样一个合作呢 跟它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合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更加重要的是呢 就是中国在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时候 是平等合作关系 不设附加条件 所以我说呢 我们没有必要呢 非得用一个洋民来给我们的这个计划来灌典 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挺好 最后呢我也想说呢 就是我对这个一带一路认识的这个开放包容啊 就是我觉得呢 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现在呢 也可能呢 有些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加入到了 比如说亚国旁的合作 还有呢 已经跟中国签了这个备忘录 但是呢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今后呢 动态 它是一个动态的弹性的过程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想呢 中国呢会和我们周边的国家和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国家 能够发展出更多的这种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构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一方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同时呢 也一定要造福于一带一路其他的经济体 那么只有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 感谢你对我们一带一路下药啊 这个 我们听了中方的声音之后呢 有请第三位发言人 Constantin Michalopoulos教授 他来自约翰霍基茨大学 欢迎 欢迎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like very much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and especially Professor Chu for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very important conference We have heard today a great deal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o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 and in the context of a number of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initiatives Our discussion so far has been hopeful positive looking at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I think properly so because that is what we want to aspire to but now I'm going to turn around and look at the dark side I'm going to look at the dark side where cooperation stops and protection starts and disputes arise because indeed protection is increasing and it is increas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 want to look in particular at that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 will focus on one aspect of protection anti-dumping because that is the major instrument of protection that has mushroomed and affects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like I will also have a few words to say on disputes in which China is involved with the WTO and finally I will share with you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ali agreement about which we heard today my analysis of anti-dumping is very simple it's not a model it's sort of bean counting we call it in economics with respect to anti-dumping I recognize that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but so has China's share of imports of manufactures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fore I focus on manufactures because that is where anti-dumping action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in the last 12 since the time that China joined the WTO these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95%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in manufactures and manufactures is the area where China's share of world trade has increased very rapidly so what I'm looking at is whether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of anti-dumping is more or less proportionate to China's import share in each group of countries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I look at the total number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report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taken against import from all sources relative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as of the end of 2015 these are some very simple calculations were included in a table but it's too late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the table because the table is included in a paper that Dr. Tu has and if anybody wants to see the calculations they can ask the paper for anything but I will give you the gist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very simple analysis of the share of investigations relative to the share of inputs from all sources by developing an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n I will repeat the same process by looking at China's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s of the end of 2013 against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hether they and how they relate to China's imports of manufacturers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is are very encouraging in some way in the sense that both in the case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nitiation of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is less than proportionate less than proportionate than the share of manufactured imports by these countries from China whi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n't a bias against China the same is true incidentally about the anti-dumping action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gainst China they are less than proportionate to the share of inputs of these countries from China the bulk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are from higher 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large traders such as India this is not surprising as these countries represent the bulk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adoption and dumping investigations in general very few low 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initiate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anyon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n this measure at least there appears to be no bias against China regarding commercial policies that increase protection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protection against imports from China has not increased it has but it does not show a bias against China relative to overall protective steps that are being taken by countries globall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looks at China's anti-dumping actions vis-a-vis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ere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find that in fact the distribution of anti-dumping actions by China is very heavily geared toward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uch less so tow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ee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developed countries far exceeds the share of input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as that is not tru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symmetry in the actions of China vis-a-vis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both c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anti-dumping actions is much less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rade with each other this of course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ecaus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relationships at least at that level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over time in other words there hasn't been a lot of protection proportionately relative to the amount of imports that have been coming the amount of trade that is involved in these countries one of the aspects of this is that anti-dumping ac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wo main areas neither of which are central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hina one is chemical products and the other is base metals 50% of anti-dumping in the world occurs in these two areas and unless you're involved in that trad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nvolved in too much anti-dumping this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ions is bisector it's very similar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s not changed much over time this would tend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little country bias in anti-dumping it is that the frequency of these actions may be mo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 country's trade dependence in these sectors now let me turn 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dispute there is very little to say other than record that as of the end of 2014 I'm talking about as of a few days ago China had not initiated any disputes against any developing country out of the 12 total cases in which China was a complainant the respondent in 9 cases w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other 3 it was the EU almost all the complaints raised by China all of the complaints raised by China had to do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dumping or other trade remedies by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been the target of 21 dispute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with all but 3 complaints coming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gain mainly the US and the EU in 3 cases Mexico was involved the strong impression from this finding is that China is reluctant to use the WTO to address trade problems with developing trade partners and that this reluctance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is shar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group this means to me that China this is an additional reason why China ca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k of the WTO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and the next the trade are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do this and I will have a few words to say about the post-ballet ministerial with which I would like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the WTO with which I conclude my remarks on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Barley ministerial was that imports from LDC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not subjected to either tariffs or quot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China would be to maintain a duty free quota free regime for 100% of imports from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of these are poor countries in sub-sakaran Africa with which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mmercial rel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valid decision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with very large potential benefits expected to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cipants in keeping with the overall spirit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these countries with considerable flexibilities in terms of the range and timing of the commitments they make the more commitments developing countries take on and the sooner they implement them the larger the benefits to their economy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Singapore have chosen to accept all of the commitments under the agreement up front at the time when the agreement enters into force I had hoped that China would do the same unfortunately it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case China has chosen to delay acceptance of commitments in four important articles involv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le window for customs clearance establishment and publication of average release time for merchandise temporary admission of goods and customs and customs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reasons why this has been done just this morn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 was told that there are some very serious reasons for this reservation and delays and they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Chin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has very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in certain areas including in customs and in terms of the single window and that while certain parts of China are in very good shape in that respect some others are not and now there is going to be an effort mad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to try to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certainly within the two-year framework that the agreement require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not able to move up front China a very large trader China the leading exporter of manufacturers i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ook to China in terms of the commitments it makes in these things an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ove forward quickly to address this issue so that they can actually provide play the role that their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arrants in the next few months there will be discussions in the WTO about resuming the Doha run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pushing for or what is being called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I doubt that it is feasible a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in specific areas such as what we had in extending the ITA and the services agreement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 may be the relative weight it puts behind reaching agreements in the WTO versus pursuing regional and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we had a lot about these agreements earlier today let me share a few thoughts about these agreements and make a couple of points that were not made the danger of these agreements primarily is for the small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 don't work for the WTO but I will quote the WTO director on this subject he recently said the director recently said the following as our economies become more interconnected across borders and region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o not and cannot fully address the gains from trade through global value change a point that was made earlier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value change the product specific rules that accompany RTAs may actually be detrimental to value change and therefore exclusionary for some in other words if you have rules of origin in disagreements they may make very difficult for non-particip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value change the smaller the country the smaller the company the smaller the trader the bigge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se arrangements fragmentation of the trading system cannot be a substitute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world that's the end of the quote now I do multilateral and then do disagreements also the fact that I have worked in the government also and I know that the most the scarcest factor the scarcest commodity is the time and the attention span of the top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op leadership cannot be easily persuaded that they can pursue two path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tendency to go either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at this point I fear that the way it's going to go is going to go towards the regional side rather than the multilateral naturally China looks at its international involved in Asia first but its worldwide trading interest suggests that it also plays a far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WTO and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 solutions I hope that as you go forward defining what the new normal means for your country that it contains a good deal of multilateralism in i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